各位企业爹好 欢迎收看Dp的相机厂级说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下庞 高难度的疑难杂症 这局的一开局看旁边 红方这边仅有一炮双兵 外加四项拳手家 挑战黑帆的一局五个组 多一个当鞭项 一开局你会发现 红方两个兵无法过河 被黑帆的双组挡到 全局仅剩一个炮可以发挥 当一上来你会发现 如果此局 红方无法制服黑帆的局面 肯定要输起 所以一开局就围照如何 先把黑帆的局给困住再说 那这里黑帆一上来 随时有推局砍下的机会 所以红方只能先补个事 把黑帆的局先困住 你如果补另外一边的事 肯定是不行 因为现在无法平炮打局 那一方就可以平局吃相了 待会吃掉红方的高兵 红方直接上了架 肯定要败 所以上来红方只能补左边的事 用炮装黑局 那一方的局被困住了 无法开溜 别有选择 只能平足 保住这个局面 如果这边红方现在想要求和的话 却发现根本行不通 因为这里一旦用炮吃鞠 黑帆平足吃炮 人家这边还有一个边族可以拱过河 待会儿潇洒吃掉红方边路的两个兵之后 照杀起来可以说是一族反掌 红方只能等着办 所以相当于黑帆一平足 保住这个鞠 红方这个炮也只能安兵不动 那现在黑帆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拱足过河 所以红方要赶紧飞个向 待会儿落边向来制服黑帆的边族 那黑帆现在呢 其他三个小族压根没有施展领地 所以呢 也只能赶紧拱足再说 红方就落向吃竹 这里黑帆 这个竹 不管竹过来的话 其实也没什么多大作用 所以黑帆会拱一部竹 给红方制造一些麻烦 那红方呢 也只能信仰接受 但是呢 有些人会认为 你炮的一开溜 那我竹 不就可以解脱吗 把狙倒腾开来 照样可以坐杀呀 但刚好红方又可以平中炮 打黑狙 逼着一方的竹 给倒腾回来 但情面致辞 还不声明朗 现在你会发现 红方仅有一个炮 你又没有炮架 如果这个兵无法过河 红方此局势没有取胜的机会 所以接下来就要围绕 如何让这个兵过河 来展开的 现在红方呢 先把炮退回来 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平边炮来打边竹 这时候一方呢 现在有上将 拱竹 拱竹 多种选择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方上将行不行 如果一上将 恰恰是个败招 红方就可以平边炮 来打边竹了 接一走 你会发现 虽然炮一溜 那我这个竹呢 不就得以解脱 待会呢 可以倒腾狙出来了吗 但你会发现 根本来不及 红方一进炮吃竹 你再次平竹开来 我又可以平炮打黑狙了 你这个狙呢 却无法逃离 边路有巷的存在 这里是巷口 这里又是视角 那狙一丢 黑方直接赏了将 肯定要败 那有些企业会认为 你这边平边炮 那我为什么不能先拱个边竹 让这个竹呢 挡住你的泡面呢 当你如果拱边竹的话 你就没有平底竹的机会了 红方那也是造车不误 你再次平竹 我又是台炮 当你平竹开来 我又可以用炮来采竹 这样一种 黑方那还是反过胜防 那就算一番呢 平竹过来 保住这个狙也没用 我也是平中炮 待会呢 将这个冰过河 来卡向腰 通过 用炮制服黑方的高主之后 利用两个冰过河 来造杀 可以说是一组方丈 黑方呢 也只能等着败 所以相当于一开局 红方即便 选择退炮之后 黑方呢 上老将走险棋 肯定是来不及 那些黑方这里 又会怎么走呢 你拱个竹 走个险也没用呀 我可以直接浸泡采竹 这样一走的话 红方那仍然可以 估计从事来造杀 必败 所以方这里呢 唯一的办法 也整个平边竹了 如果平边竹 前面就有所不同 如果红方不长 继续用炮来抓边路的竹的话 那黑方呢 就可以用竹砍下 现在呢 尽管你可以用炮吃竹 但黑方可以用竹 砍掉底边的事 下一步期间将助攻 退去砍室 解脱这个狙 而这里红方呢 尽管可以平中炮 来挡降面 但也无际一事 黑方就把竹 给倒腾开来 只要把竹平开来之后 就可以解脱这个狙了 所以红方呢 迫不得已 也只能用炮 打掉黑方的局面 当双方这么一对 你会发现 就算呢 你现在拱兵过河也没用 因为呢 你就算用一个兵 对掉黑方的竹 你当兵也无法勤王呀 黑方有竹或象可以走先骑 你就算拱足下来卡向腰 但是呢 你一旦一个兵 无法过河 红方呢 就在意不了 所以像黑方呢 平足抓向之后 红方呢 千万不能摆鞭炮 这里呢 红方位的阵手 要飞个边下 这样一来局面就有所不同 那现在黑方呢 底边的双足跟鞠 压根呢 起不到任何威胁 这时候黑方呢 现在有选择 只能走先骑 那这边黑方呢 吸取了刚才的教训 也不能拱边阻 因为我台炮又可以打边阻了 好意义 待会绕一圈 又可以平中炮来打局 故企从事 道理一模一样 所以黑方这里呢 迫不得已 只能上将 走这一步嫌棋 待黑方上完将之后 红方呢 现在要拱一步兵 好像这个拱兵呢 没什么多大作用 因为这样一来呢 你会发现 红方这个炮也无法制服 黑方的两个过河主压 你这个兵 又没法过河 对吧 这时候很多企有都会认为 此局定合了 但是红方这边呢 还是有妙招 这边红方要继续调整 炮跟下的位置 先飞个下 你拱兵 黑方只能动将走先骑 红方呢 就飞边下 这里黑方呢 再次动老将 红方呢 就平边炮 尽管呢 你可以平足开篮 解脱这个狙 但我一退底炮 又可以打黑狙了 把黑方的组给勾回去 再次呢 落中向 那调整炮跟下的位置 到底是有何目的呢 好像你现在又不能平炮打狙呀 但黑方呢 只能继续动老将 或飞下来走先骑 这里红方呢 又走一步大胆的骑 就是呢 拱一步兵 跟黑方的组业队 那一方呢 肯定是心难接受 对完组 这时候红方飞向 踩掉黑方的高组 唯一的好处就在于 现在中路 有一个 点位 可以将红方 平边炮 来打边组 让这个兵过河了 而这么一走 黑方呢 就十分无奈 也只能呢 上老将 静观其变 红方呢 继续调整向的位置 黑方上老将 红方在这飞向 你动向走先 红方呢 就抬高炮 这时候一方呢 想在平足解脱这个狙也没用 我又平中炮 打着黑狙 把一方的组给勾回去 继续呢 落向来防守 一旦这么走 黑方动老将 红方就可以平炮 来打边组了 每一步棋 都是缓缓相扣 建议来黑方呢 想平足开来 解脱这个狙也没用 因为我照吃补 用炮 打掉黑方的边组 你这样子平足开来 也没希望 因为红方直接用炮 打着黑狙 这个狙就无法逃离 这也是刚才 红方为什么下降的原因 这里是巷口 这又是视角 你注意丢 黑方肯定要败 所以方这边呢 眼看红方浸泡 来吃边组 这里呢 冻老将 也没用 红方呢 也是平中炮过来 抓着黑狙 那狙又不能丢 只能再次把狙给靠过来 一旦这么走 现在红方呢 用一个炮 就困住了黑方的狙面 待会呢 就可以让这个兵过河了 那一方呢 继续动脚将 来走前骑 红方这边呢 就可以继续 调整炮根下的位置 现在呢 这边 红方再次飞个向 黑方呢 动脑将 这里红方继续平套 你平足开来 我又退炮打狙 把你的狙引回去 继续呢 选择一个拱兵过河 来作杀 那么在当前军面下 黑方现在呢 狙双竹动竹 也其实呢 徒劳无功 所以呢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上将来磨其旁 红方赶紧冲兵 黑方动将 红方拱兵 你上将下将都好 我都是把兵给赶过来 那这里黑方呢 一下将 红方一平兵 现在黑方这时候呢 可以巧妙平老将 把红方的兵给套住 你这个兵就无法左右腾挪了 那这时候呢 红方呢 现在又单独应对呢 这里红方呢 可以选择上老帅 待会平帅战中 抬高炮上来 平炮一将就有杀奇 那这时候黑方 鸡边肯定不乐意 直接呢 先平将战中再说 红方呢 就平个高冰 那一方鸡边呢 继续动将 来磨其旁 红方呢 就平帅战中 调整帅的位置 非常关键 黑方飞了个高向 红方呢 并又拱不下去 好像这么一走 红方呢 也没有杀奇啊 但这边红方把帅 从四路巧妙倒腾到六路 这一步棋呢 比较关键 现在一方不管是动将走贤棋也好 平底足 飞向也罢 红方都是下帅 走这一步棋 那把帅倒腾下来 到底是有何意义呢 红方待会呢 目的就是为了下市 来吃足的同时 又可以用炮 抽吃的黑方的居面 那一方这时候呢 现在 居足也无法腾挪开来 这时候呢 只能继续动脑架来磨其旁 红方呢 就调整向的位置 你一下降 红方呢 就继续飞高向 在当前局面下 黑方呢 就十分无奈 这时候 一方即便呢 又继续动将走贤 落下走贤棋 多种方式 但已经为时以往 红方即便 有个下市吃足的妙手 待会呢 就可以平炮 白吃一方中的居了 你这个居呢 现在平居坎士 我就想象做掉你的居 居一丢必败 你平居坎士也不行啊 我平炮打居 黑方必败无疑 但如果呢 刚才一方即便呢 不动脑架 而是平足过来呢 怎么样 一旦这么走 红方就不能像是吃足了 因为一方这里呢 可以平居坎士 你现在呢 用炮打居 双方这么一对 黑方级别有像 可以走贤棋 你当兵呢 无法请王 双方就是一盘合棋 但我在红方级别呢 也看你平足 可以像掉你的足 一旦这么走 黑方呢 就无计可施 你只能呢 上老将摩棋旁 红方呢 就飞个中向 故技从事 逼黑方呢 动降或动向之后 用事踩掉黑方的足 一旦这么走 黑方的鞋 就无法腾挪开来 真的呢 航横用居 砍掉红方的一个中向 那双方这么一对 黑方呢 肯定要败 那这盘长局 虽然说是一盘 红方的必胜局 但是呢 炮兵 四项群的一个巧妙御用 非常值得大家借鉴 我们下期 不见不上 there I am